旧金山参议员威善高于11月4日 在旧金山中国城嘉宾阁茶餐厅召开记者新闻发布会 宣布支持罢免旧金山教育委员会的三名教委 高利斯、卢佩斯和莫利嘉 威善高指出 他本人一般对于罢免活动并不热衷 也并不关注 对于此次罢免三名旧金山教委 一开始也没有想太多 但是经过一年的观察 发现旧金山教育委员会存在诸多问题 确实需要改善 而且也存在种族歧视现象 所以他表示支持此次罢免行动 他认为旧金山教委会存在的问题包括 一、未能优先让学生安全地重返学校 例如他们拒绝聘请顾问 专门帮助确保学校顺利重新开放 对数据显示远程教育造成的重大学习损失 教委会主席卢佩斯做出的回应表示 学生反而拥有不同的学习体验 二、学区资金管理不善 以至于州教育总监不得不进行干预 以阻止学区陷入财务破产 三、入学人数大幅下降 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孩子从旧金山联合学区带走 入学率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四、在疫情期间 优先对数十所学校进行重新命名 然后程序不当 尽管这些学校当时没有重新开放的计划 五、没有与社区进行大量沟通 剥夺了洛威尔高中的择优录取流程 这也是在学校因为大流行而关闭式发生的 此外 高利斯教委于2016年在推特上发表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言论 他随后被剥夺教委副主席的职位 并被解除他在各个委员会的职位 作为回应 高利斯起诉已经财政枯竭的学区 和其他教委寻求8700万元的补偿 该诉讼随后被联邦法官驳回